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氣報告 過去幾天的天氣都可以說是陽光充沛 今天的天氣情況基本上沒有大轉變 如果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華南沿岸地區雲涼仍然相當少 所以我預計今天都會是陽光好 不過未來幾天天氣情況會有些轉變 我們預計今日較後的時間會轉出一些偏東風 這股偏東氣流相對比較潮濕一些 由於大氣裏面的水氣會逐漸增多 所以未來幾天華南沿岸地區雲涼亦會逐漸增加 甚至還會有幾陣雨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在這裡提醒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性會是頗高的 大家要小心防火 今日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4度 風勢方面會吹微風 漸轉吹和緣的偏東風 至於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雲涼會比較多 到下星期初期更加有機會有幾陣雨 好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